第五次 試駕疵 HELLO 大家好 我是許醫師 之前有病人的腳皮膚紅腫 摸起來熱熱的 會痛 很不舒服 他去好幾間醫院和診所檢查 都說是靜脈虛張造成 說到如何治療 每個醫師說的都不一樣 有人說要手術 有人說不用手術 打針就可以了 有人說要分很多次手術 有人說手術一次就可以了 有人說用血管內雷射不好 靜脈膠比較好 相反的 有人說靜脈膠比較不好 血管內雷射比較好 讓他有點茫然 不知道該給誰治療 所以他特地從北部來台中找我諮詢 希望能聽聽我的建議 靜脈區長有些很粗大 有些很細小 有些在皮下申部 有些在表皮 所以形態非常多種 因此治療方式也很多種 每個醫師考量的重點都不一樣 所以給出的治療計畫也會有些許的差異 有些人會想 買東西都要選最貴的最新的才是最好的 是不是最新最貴的治療就比較好呢 並不是如此喔 產品的新功能如果自己使用不到 買回家根本就是浪費 功能太多不容易操作 反而變成障礙 現在很流行針對不同的族群 客製化產品 醫療也是 每個病人的體質都不一樣 疾病嚴重程度也不一樣 如果治療能夠客製化 自定出適合病人的治療 就能達到較好的療效 我會根據以下幾個方向來自定治療計畫 第一選用療效比較好 復發率較低的方式 因為靜脈曲張很難纏 沒有選對方式 半年就會復發 應該要手術的靜脈曲張 如果使用注射效果就會不好 等於白白浪費治療時間和費用 第二選用較不侵入 病人較安全而且舒適的方式 如果病人適合使用局部麻醉 會比全身麻醉來得安全 有些病人的靜脈曲張 使用靜脈膠手術容易產生併發症 反而適合血管內熱閉合手術 如果使用注射和手術的治癒率差不多 就選用注射 因為注射的風險比手術還低 所以也不是每一種形態都需要手術才會好 第三選用醫療費用較低的方式 如果我判斷靜脈膠手術和血管內雷射手術的治癒率差不多 我就會選擇醫療費用較低的方式 此外如果注射就會好 當然也不用花錢手術 不需要花的錢我不會叫病人花 我們可以把省下來的錢用在其他部分 像是購買醫療機壓力瓦、腰膏、傷口照護等等 讓醫療費用的效益發揮到最大 除了以上三點 還有一項也非常重要 我們買東西除了產品的功能 售後服務和保固也必須要注意 產品不動壞掉 修都修不好 還接各種理由要另外付維修費 這是我們所不樂見的 治療後的追蹤同樣非常重要 治療後疾病會如何發展 有沒有越來越好 有沒有病發症、有沒有復發 我們都要考量進去 治療前我會跟病人解說 治療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然後跟病人估算治療費 包含治療的工具、藥物等等 一年內有任何問題 我們不會另外跟病人 加收自費的藥材和醫材 這是我們的自信 也是對醫療品質的要求 醫療就像藝術 每個藝術家都有自己的創作風格 同樣的 每個醫師的治療風格也不一樣 治療的工具雖然重要 但真正重要的 還是操作工具的那雙手 也是醫生的心 治療是否細膩 對待病人是否真誠 這才是真正能讓療效 發揮到最大的秘訣 祝大家都能找到 與自己有緣的醫生喔 各位還喜歡今天的主題嗎? 如果有任何想了解的醫學知識 歡迎留言給我 或是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